东哥推荐了好的茶叶,好的酒 这次东哥继续推荐好的咖啡 最新鲜的咖啡豆 最新鲜的烘焙手艺 烘焙出 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 品质最好的咖啡 大家可以扫码 相信我 7号的时候就在这打个假 然后突然就有名了 完了之后就爱上了成都 完了之后再次回来 还这开了两次见面会了 回来还是那么的心想和高兴 完了大家记住我的第一专人 最安适的 找我去最安适的 就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咱们就不聊老的事了 我这就属于是 苏耀宗买的额鱼 他不用聊老的 聊点近几年发生的 就是啊 呃 我上个礼拜 听的上两天 前两天听的事 我发了油管 因为美国来了 三波勒美国朋友们哥哥们 都一种同声说 克朗普这次很有可能当选 完了我说我是吗 我说听说克朗普当选 对咱们没太多好 后来那老婆一句话 解了我的人说 跟你他们有不信吗 我还有关系 对吧 对谁不好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哎我一样 对吧 那我就不管了 爱谁谁了 我待会 还要发一个油管的节目 哎 这个节目火 这节目一定火 为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 这外交部的秦刚 我好多人说死了吗 哎 我得到消息了 没死 你干嘛呀 这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发节目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说啊 我党派我来宣传了 错 我再说一遍 我靠真实活着 对不对 如果那天我这些方面要做了假 大家要还学习我的话 所以这个万万不可能做假 所以大家要表心 就是我认为秦刚活动的 是因为我留到的一些消息 但至于哪个区道消息 我都能说 这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 啊 秦冬东你胡说八道 秦刚老死了 我能打个赌吗 我去年打赌了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翟山英那老师的 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要破一笔八 没错吧 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是开权馆的 开权馆最大的好处就是认识的各种各业 黑社会 打手 认识 警察各种 认识 律师 认识 完了之后有钱的富翁富豪 为什么 我交杂权的 中国有句话叫穷文 所以我认识人还真不少 我问了一个金融界的中国金融界的打赌 就是明的一定是百度能查得全专家几个 小冬你个大力度 打一百万美元我给你打 我都愣了 我说真的不可能破八 说中国银行不可能让人民币要破八 这的话全世界就这汇率全乱了 就是咱们中国的汇率不是什么自由贸易 大家明白吧 是政府控制的 所以不可能破八 你放心吧 我跟翟老师打这个赌 哎 我就不说 很开心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核费水的事 输了 别带 肯定没有人在那儿去国家那里说事 现在也没在那儿说事 就民间哥的解决 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我想想啊 第三个王主兰打赌的事 我说他到底要一百万 哎这我输了对吧 输了我自己也做了一点深蹲 我也录视频了 后来之后我也录 所以说我有其心的情况下还是打赌 像秦康这时候就说 谁跟我赌 这个视频我还没发 我可能几个小时以后我发了 秦康没死大家放心 就是这种故障的 国务院委员这个联合 让他神秘的消失这种很大 这个反正我只能这么说 大家都说秦康 你有证据吗 我没有 但是哪间新疆之间出来 或者国家里我的一些报道出来 才证明我起码能说得对 我前两天去那辆唐山 做的是那咖啡 因为我去考察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视频号里头 我这个油管里头 我做的是那个电子烟 我不是演 现在要误话 酒 茶叶 还有咖啡 这些都是我亲自到产地去查 去占 各种各样的去干 去品尝 得出来的 所以呢 我靠这个卖 因为 选管生意还行 但是 毕竟他们把我疯了 我没有足够的宣传 要大家知道 因为我打假也到现在 有了七年的时间了 说把我听点 一个初中生现在都上大学 对吧 一个大学生现在等工作好几年了 很多人都把我忘了 这我承认 所以说呢 现在有时候卖点东西啊什么的 完了之后增强一下家里的收入 完了另外 权管还行 一直开 但是买卖都不太好 我相信成都的买卖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北京稍微差 最新发的视频 就是北京的房地产的事儿 真事儿 我说实话 说实话就是我说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我们家清联 给我表例 把北京的这个主流医院 再举想说就叫 基辅餐厅 特别有点 北京基辅餐厅 旁边的一个小区卖了 我记得是420万不挂 最后是340万买 降了80万 同志们降了80万 相当于20% 但是你们说 中国我看北京的房价 什么什么 店家呀 我来我家 没那么降的不多 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 只知道 排面不能降 你们懂的 几块了 你们的首都嘛 不能降 其实全降 而且降的比你们想降 要有残复 北京五万以外的房子 原来是五万 现在是三万 可能都倒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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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房价这么烙 那经济没有什么 太大的好处 所以 呃 反正是我对经济 特别不乐观 所以说今天 来到成都 正好过两天 明天就出去玩 今天在成都跟人家 好好聊天 近这一两年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 大家也可以问我 我也可以回答 想听什么都跟你聊 我没问题 是吧 所以呢 今天的一档 原来是我自己喝吧 第二阶段是回答问题 第三阶段和现在就是大家 随便聊 然后想问我问题 我问了 我了我就回答 大家看这样行吗 行 行是吧 那就 首先我的边控 哥收到啊 马上 首先我的边控 真的啊 第一 那那个 秋实上的 全是真的 都没边控了 就是我 我自己猜啊 我也别担责任 我自己猜 据 我自己 猜错了 大概中国得有七八万人没边控 我是往最少的 猜 最少的猜 北京大学的几位法学教授也没边控 我也没说明了 其实是不听全知了 好了 当然了 一些历史学家 我就没说了 那必然被民间控 其实 梁老师什么 到美国演讲 我就特限了 我梁老师居然把电话出去了 他说梁老师我得回来 我得回来 杨老师在美国去演讲了几次 也不叫演讲 茶花会挺好玩的 其实我也像 他们说 如果你要来了个国 我说对了 我要来了个国 但可惜去不了 只能在国内 今天是第38战 然后下一站是紧南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在哪 开协议会的 就剩山东 零下自治区 好了 青海省 新疆省 西藏省 所以呢 我下一站就是山东 山东 完了之后 在紧南 很多时候干嘛不去青岛 等秋实 我说了 就是我尽量的 跟秋实保持一根距离 为什么 就是 我是练武 人秋实是做他的 因为我讨厌 不是说网上人 说这句话 啊 徐晓东 你就靠秋实怎么着 徐晓东 你就靠崔永元老师怎么着 徐晓东就靠着 我就基本不完了 我跟我关于特别好的 是 任努飞元老师 就是 我们他都北京上 比较比较知情 其次叫崔永元崔老师 过得好 我 我让我特感动的就是 一个月前 崔老师做了一视频 说有网友说 徐晓东老拿着我的名字 扯护皮做大旗对吧 谁看这个了 看到什么 我没想到 徐晓东老师说 我就习过这种人 就让他习了 我当时弄我特高兴 特爽 第二天 陈老师那个 雷厉风行的 就发过来了 他亲自提的 提给我的转 我说我特高兴 也特别感动 但是我感动 同时我也反思 我尽量少提其他的老师 我可能是好意 跟老师很亲 但是是不是我提出来之后 是不是给老师 更加肯定的压力 对吧 很有可能 黄老师我算了 我也有少提 秋实就是 就是我要少提 这样的话呢 秋实那时候 有自己的平台 大家随便去看 这样少提 我跟秋实呢 我们再说一遍 包括袁老师 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要有 我已经跟大家说 我明着说 要没有就是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又要像秋实这样的 我觉得是最纯的一遍 我觉得更好 大家面对面的 我觉得更坦道 如果是利益 来秋实我帮你推荐点东西 给我点钱 我帮你推荐给我点钱 我觉得怎么说呢 虽然说也很正当 但我觉得 以后再见面不舒服 很多网友在说 你他妈秋实 不是就为了出边 就为了挣钱吗 弄得完就叫什么难 打雷雷 我根本就没有用 打你傻逼雷雷 我从北京都飞过来 就咱们就靠自己 机票买完了就打 完了我对外吹出来一下 没想到 哇好多汽车就来了 那那会儿也没出名 我党也不管我 随便弄 反正你按钮不得这么高 就给他打 我当时比较讨厌 就是我们这官长的马队 马官长 为什么讨厌他 就是他说好了 说让我打 完中了 雷雷打我随便打 我打雷雷随便打 尽量不贪污 对不对 我把雷雷的弟兄 刚刚没打两拳 就过来吐闭我 这场让我 他们特别生气 后来十分别说了 东哥你打起我 确实 所以说就从那会儿 出来这个事儿 紧接着我就去了 马宝伯那儿 大家都知道吧 我也万万没想到 马宝伯一下就火了 一下就火了 我他妈都被撤去 被疯了 没人没得 像田野 鲁钢那些都无所谓 我就想揍他们 好 我想都不说 大家知道吗 半个月前 出了一档的事儿 太极的 一个姓虎的 古老师 我问一下 不是我叫公宣传的 你们就自己刷视频号 刷抖音 刷上过这件事儿的 就是一个拳击的时候 打了一个姓虎的太极 为什么 因为姓虎的老师 那古老师说 他能干掉泰森 能打得泰森 你们不听我说 你们自己查 就是自己浏览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水手 谢谢 我一哥们 他无意说 东哥 我这儿有抖音 我做抖音也没什么人看 也就几百个点击 两无所谓 正好你的学生 跟古老师打 我能直播一下吗 就是我拍一个视频 翻了我抖音 我说行了 东哥 你的脸不能伤心 我拍你背影行吗 行 然后拍完背影 拍完背影之后 当天晚上 东哥 天 什么啥 他怎么说啊 天给的富贵降到我身上 我怎么看 东哥我们平均一个视频 有脸量是四百 东哥现在是一千万 一千万 我这儿都接骨 啊 他说一千万 他说点着我眼 这背影怎么那么像树小冬啊 这个背影怎么像东哥呀 他说这个声音 我说这就是 这个古老师啊 我警尊叫阉台人 他说话我觉得这么靠谱在那儿啊 他用现代的科学理念 来解释传统课的发工 然后说他这个传统课的理念 打泰森没问题 打职业选手没问题 打中国八公斤以下的职业选手没问题 我那时候 古老师他如果这样 能不能跟我们 别跟我说 因为我沉 我说跟我选学员打一批 行 没问题 我说这么办 有三个人你选 一个52岁的吴哥 一个36岁的小姜 一个27岁的山姬 你选哪个 他说52岁太老了 跟我样大找一年轻的 我山姬呀27岁 75公斤 1米81 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姜欧小姜 36岁 1米69 68公斤 老哥说 那我就打那个36岁了 打36岁 我说老哥 那是最矮最轻的 我就打他 我就打他 我说您不说 您能打80公斤的吗 他就打他 我说行 我让这个吴老师选了 吴老师自己选了 36岁的这个小姜 就来我的馆 这个吴老师 我很经历在那儿 说的不道 这个是练补人的东西 所以吴老师 远比很多要强大的多的多的多 咱就这次来了 我吴老师这样 咱们签一个免责协议品 我给您买个保险 免责协议品 我这样的话 除了什么伤 我老想给您报销 在中国的法律上 符合了法律程序 完了之后 我现在呢 有超过十个人的认证 还有录下 吴老师说 孙老师你怎么玩 怎么这样 我吴老师跟他们没关系 我是被他们整了 我整怕了 别耐过他妈说 我非法这么约假 所以我把所有法律程序 弄好 OK 一切都在我预计当中 吴老师就要我哭了 但是 哭得那么的真诚 所以我说 别打了 后来吴老师说 确实认了别打了 后来吴老师来了十个人 就是他的亲戚朋友 我都是以礼相待 吴老师走的时候 我茶叶酒都送吴老师 吴老师说的特别真实 说感谢 孙老师没有这次机会 我就是认识 认为你真实 我才来的 我也听过你的名气 我说谢谢吴老师 这让我特别认识 完了吴老师回去了 但是我又以为吴老师呢 他能认清现实 很遗憾 这就是我多年来 为什么孙老师打开机 很多人喜欢我打开机 其实你们很多人 对角度数不太了解 说话我听到 我其实打的不是太极 打的是中国人 那种腐朽的语言 吴老师回来做了个视频 第一 说需要我怎么做 很真实 第二 我研究了三十年的太极实战 我现在挨了大 我还要继续地做 不是太极的问题 是我自身的问题 他说我哥 我说你研究五十年 也被打死 一样 这等于是 吴老师 人品很好 但是在这种腐朽的国度 腐朽的治疗下 你们懂得 把人彻底的喜欢 所以很多人喜欢 不是喜欢我孙老师打太极 其实太极 其实挺好的意思 在当下 他赋予了一种 另外一种含义 腐朽 极足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能明白吗 这是我比较反弹 我告诉大家 今天 我今天一次 我这录着下 我告诉大家 又好话了 山东电台的一个国际工作室 请了吴老师去 摇摊几乎我们全有 完了授权了 说东哥您可以把这视频发 发了由我 我现在开始锻炼吴老师 三个月后 还是这个小江 我说我肯定换个人吧 换52岁那种胳膊 不 还是小江 跟他打二合相 我说真的 我说好 我说老师 我还是把十万块钱 等金摆在这 但是 小江是我学生 人家是几个家伙 多少您给您这 出场费劳费 这么办 如果说小江赢了 您给小江呢 要三千块钱 那楼费就完了 小江输了 我给您十万 吴老师说 好 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说东哥 为什么吴老师 你不相信咱们练好 吴老师这个太极的训练体积 就像骑紫胸挖 那吴老师本人的身体状态 就像骑了一辆 叫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都有吧 走马 这小江同志呢 就是一辆跑车 古师傅呢 第一次跟我这小江两辆车一个自行车 一个跑车比 小江赢了 对吧 那吴老师这回说要练 我告诉大家 吴老师这辆车换成了 换成了一辆公路自行车 可变党的公路自行车 比以前还多了 以前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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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的人品坚持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他坚持的这条路 从出发就是错了 出发就是错了 而不是吴老师停在这条路上 我改的路 接着是错了 吴老师这条路 他出发就行 我现在多数位 这中国传统武术 我走了三十八战 我走了 我很多武术之乡 我跟大家说 大家 首先 先认知我的理念就是 孙耀东打的传统武术 孙耀东认为传统武术不好 完了现在国际好 孙耀东认为的呢 又实际情统打了传统武术了 我们也认为传统武术确实是就行了 这是大家基本上认知吧 但是现在可能就给大家另外一个认知 大家自己琢磨 我不能告诉大家我是对的 大家自己琢磨 很遗憾我告诉大家 中国就没有传统武术 没有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华山派 俄美派人物派人物派人物 全是香港金庸啊 古龙啊 梁宇成他们的独乱 就没有文派人物 少林寺在文革时间全他妈拆了 没了 就留俩草地 没有任何文派人物 没有了 从李连杰开了少林寺之后 才知道那有人练了 很多的北京的挺学院的 成都体学院的很多的猎传弄武俗的去那 开始教课 慢慢的一帮青少年 翻跟动的 喀喀喀喀的 哎就开始编 编我们叫什么编啊 叫金庸 武龙 梁宇成那些老师的编 什么这华山派的 风骨派的 峨梅派的 全开始了 我说的是真实 你说东哥传统武术不是传统 你干我什么事 拳击是 拳击走在公元前 罗马罗马时期 奥林匹亚比赛就有摔跤和打拳 当时他们的打拳是 缠上 缠上 倒吼声 就就拳击比赛 其实他们这个拳击比 期待 所谓的传统武术 时间要搞得多 对不起 这是实话 可能拉那不坠呀 这把武圣啊 武王啊 什么孙露禅吧 这种那个的 我告诉大家 孙露禅他身高一米六九 体重六十来公斤 干把老头 干把老头 他不怎么能打 杨露禅 叫孙妙 那孙什么来不得要 姓孙孙复迪好生 八卦太极什么都会 不知道 另外还有叫杨露禅 咱们还想知道杨露禅 太极吧 对吧杨露禅 杨露禅本身他真的就是操 他带了清朝那些满刀满毒的转会 打打太极操 让那些王爷姥姥姥的 不要提龙架鸟 打打太极 觉得自己还很努力 赵士官长就说叫太极啊 哈哈哈 这是女管长的事情 但是好看 真的就是 可是 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政府大力的传播 我总算也明白了 文化部的一个特别大的招官 我们聊天 你说呢 小东说你没事打他干嘛 中国传出的传统文化没有 中国没有什么好的传统 你怎么知道 中国把他们变得传统输出去 对吧 把这种长衣长毛 中国能输出的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功夫 还有他们中国 中医呢 大部分国家是近的 传有儒家思想 大部分都他妈的是间谍网站 啊 间谍随障 咱有空吗 完了之后就剩功夫 还算干净 人说特别好 小东就剩功夫还算干净 我们传播文化 他挣点海外的钱 他们把全都主意给打了 你说你这样 中国对外的输出什么 我们他们对外输出粮食文部 中国不是猪口大锅 中国是粮食进口大锅 中国是石油进口大锅 中国是肉食品进口大锅 中国是肉食品进口大锅 是水果进口大锅 我操 地大物国 那个国子 我现在比较地大物国 没啥东西 所以人家就说 文化部的老婆就说 我小东得确实打一打得给你放了 现在中医中医不行 是儒家思想 就是儒学到学校 童子学校也完蛋了 就剩功夫了 得啊 你走个六后 我说是是是是 我说这是我错 但我也不是成亲的 等于 我今天先把这个 传统武术的定义 跟大家分享 我再说一遍 我也得学王治安一样 不给大家下任何决定 决论 我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大家仔细 参照 自己独立思考 好了 说到王治安就说到这儿 我原来是 我原来是 我原来是觉得挺不必的 我说话还很无人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王治安一到台湾 这大选一完 完了之后 台湾那边也说了什么的 我觉得王治安没错 我就说 我说 他到了一个 自救民主的地方说话 他查识他的观点有错吗 我觉得台湾的当民进党当局 这么对的话 我觉得其实 我认为台湾离民主灯塔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我认为 因为你要言论自由的话 你不这样的对方说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一直认为王治安说的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薛耀宗小白军 哎呦我说成不成小白军了 你出不去 我说对我出不去 他还知道我进去 所以我在里头遥控我 遥控我 就是这东西啊 我没法警示 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 历史啊 只能是时间慢慢的踏 有些时候我说老百姓吃虧 多吃吃吃吃吧 以后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很多人原来喜欢我的 都因为讨厌王治安 觉得需要东西 哎支持王治安 很多人就讨厌我 就喜欢跟歪嘴在一块 歪嘴原来确实是我朋友 实话我给他推荐 很多东西也没有我的推荐 大家都不知道王歪嘴是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王歪嘴我们三观基本上是一致的 实际到现在也是 只是我呢 就是不太乐意就是 就是 王歪嘴跟我两年多了 朋友了 他天天骂王治安 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你骂吧没关系 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我跟你没有处理 就是我保留我的观点 我也不会跟你争吵 随便王治安 突然有人家说 你喜欢王治安 我给你绝交过操 我说你还早不绝交 你当天屁肩屁肩 找拳管来找我许晓东的时候 我这儿都有一个 聊天记录 找我许晓东的时候 我说东哥大家做期节目吧 我想宣传宣传 我说行 我帮你宣传 我说你娘那会儿 讨厌王治安 干嘛跟我绝交 他前天骂王治安 我什么都没说 对吧你看见我 因为王歪嘴 我爸妈妈妈就没有 从来没有 突然有一天说 校图大人去交 我说我当时懵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说实话 我的信息 我告诉大家 我喜欢交朋友 交到时候 学校工作 朋友多了 我得要好多 完了真正朋友 只能一两个 但是我打小 我妈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我妈说是不交朋友 但是 只要这个人 不害你 就是我们 这是我妈 给我的交朋友的定义 到现在 我交朋友也是 霍哥 霍哥人 我跟霍哥好多年没见了 霍哥昨天说接我就接我去 必须接 一会儿吃饭吃蹄花 我还吃了仨 就是我认为交朋友就是真正 我也不害你也不害我 别管咱们的 咱们有没有不存在的观点 大部分的大方向一致就行了 我跟霍哥在大方向都一致 就不用说了吧 对吧 咱都一致 那他妈一致王志安的事说 那很热呀 没办法 当时我也无奈 后来原来就是我的很多人 因为这个王志安的事跟我招招 大家看过视频吧 我凌晨四点跟老婆对骂 看过吗 来举手 说证明我说的对 谢谢 凌晨四点我不睡觉 跟老婆对骂 小东西他妈要上到旁边 王志安他妈的 重新在北京那个信访局指的那些信访的人 上网的人说 你们都他妈应该饿死 都应该被车撞 我说疯了 我不敢说这个 我说如果王志安说这个 我他妈跟你一块儿骂 你告诉我 证据 当然了就啊 证据就是王外嘴说的 我说王外嘴有证据吗 他这个老婆我认为人体特别好 他跟我说什么 我这儿有聊天清楚 小东西等会儿 我先找王外嘴 他们现在问我 他哥现在两点多 我跟从一点多 我们俩骂到四点多 我说两点多了 你能找我 你听话 我这王外嘴的好友 我就找他 过了得有少一个小时 我发一截图 还真的闷闷了王外嘴 这王外嘴说什么 王志安肯定说了 但是我爸爸 我说 我就把那小嘴说 有什么视频啊 我把图片给小东翻过去 他我看那时间的话 过了五分钟 两个没有 没有 就说王外嘴说行 也可以说 我说老婆你问一下 王外嘴看见了 他说的对吧 王外嘴看见了也行 没有 我说那你怎么被他们说啊 小东我告诉你 我说他们有信王外嘴的 他说什么有信什么 他说王阳打别人救世 他说王阳说你王阳盖死就盖死 我说那你有点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没有 我咱们就听他的 后来我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呢 我老婆 你是当了二三十年的粉红 突然明白那件事 得 又掉进了一个粉坦里 叫黑坦 当了一个粉黑 就是什么叫粉红 我就认为 因为目前我也不喜欢现在的环境 有人说什么 但是呢原来那很多粉红铁 你们弄完 贵的 伟大 伟公正就想操约 我就觉得他傻子 司马南那样 对不对 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把人不铁了 回来 他们全完蛋了 他们都完蛋了 什么 新冠一下死了四亿人 完了人家车祸 三百个老百姓 我说不是这样 新冠确实死不了 但是你要说四亿人 就这么春秋冰 三个人死一个 我说他就太春秋冰 你以为你是灭吧 对吧 我说太夸张了 所以这些人就是我黑 就因为黑而黑 我说我他妈需要我能继续在国内 就我不在国内 我出了国 我他妈也要实事求是的说话 我不能因为他妈的 我也反对共产党的 我全反了 他有错就有错 但是死多少人就是多少人 我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知道就知道 我但不能随便夸张 我说 这就是我的观点 但是我出完这个观点 就完了 徐晓冬吃几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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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叫大碗 是不是不是小碗 我他妈起码是不是能出国呀 歪歪歪嘴都能帮他去韩国 去泰国去日本 歪嘴马上就去日本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没着急 我说错了 我大多个山给你们看 干嘛都去 所以我后来明白 他为什么怎么突然的骂我 跟我划进界限 因为他要去日本 那些有好多人跟他一块 过买卖子 纳米和冰状 但是瑞瑞昨天跟我发现 我说 现在泰国政府开始查 这个王外嘴推荐的这个 房地产的事 我说这个 我说瑞瑞一说 我说我徐晓东 我不能说落井下石 但我不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的事 我不随便瞎说 哪天我说错了 就王外嘴麻烦 对不对 我不提 完全有证据引发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我跟王外嘴 为什么我们吵什么的 这个是原因 那么王志安的事 我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我给他说准道 为什么他赢了我赢了你 比如说王志安是那扶老头 大家都知道啊 扶老头 你明白吧 就在某个大会上 这老头还是不想走 扶老 王志安说他确实有病 从理由 从逻辑上觉得 他确实有可能 因为那位 那位 最大的人道 球球人道 他确实有点 有点病 但是呢 王志安那说呢 也不能全信 他是他的观点 我说 我觉得王志安说的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餐子 走的 但是呢 我要不能完全证明王志安说的错 对不对 所以王志安说王志安 我说我 就这么简单 后来过了两个月 江西的彩票案 大家知道啊 中了一点四亿对吧 王志安来就有可能的 我说这他妈的干预 是怎么有可能 五百万分之一的可能 这他妈的 他妈的 哥谁谁他妈的太多 王志安 王志安 我不信 我不信你说这彩票啊 这彩票案是干你的 这彩票这个人就是读住了 那一点四亿的奖 我不信 大概率我也不信 但是呢 我也不能完全否定是王志安 为什么 五百万分之一 万一那这一呢 对吧 有人说什么 所以我说 看王志安的事情就是 大家理想的看待 他说的有道理 你自己分析 绝对有道理OK 你觉得没道理 你就绝对没道理就完了 没必要 你说对啊 王志安去死吧 你个大傻屁 你说错了 你个大外宣 没必要 还有他们不是咱们杀骨厨 他又没有说 那种跪舔的事儿 这个 是王志安 这是也是近期发生的 哎呀 我特别高兴来聊天 上次聊天是在广州 一个半月前 广州见面会 现在来成都 下面呢就是大家想想 也替我想想 还有人能跟大家一起通通 包括允乐 玩 聊了很多事儿 都没问题 那么 首先这个油网 是合法和安全的 大家不要说 有个叫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 对吧 说那个被查 我告诉大家 有这事儿 但是我再说点 什么人被查 第一在里面留言 括号 留言说 这个那种 括号 说真好 然后我们拥护我这妈妈了 你们懂吗 打倒谁谁谁谁谁 这样 刘亚子一定会被查 因为他们有手机主持号 还有一个油箱 都会被查 所以但是你说 我就看见老师 我什么都不说 我就看行吧 没事了 什么事儿都没有 这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明白 就是大家也是放心 油管这个东西 我再说一遍 全中国基本上的移民公司 外来外企公司 包括政府很多机构 都他妈分交 不分交不及啊 他不知道很多事儿啊 所以 在中华人民公司的法律上 通信法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分交违法 好 咱们再看一万个 真为法 是电信 连通移动 为什么 大家是不是 就通过这三大利用商 上导 没错吧 对吧 对吧 所以他为了跟他们的关系 大家有办法吧 我先 但是我还那句话 千万别带网 说 哈哈哈哈 扔了 别说饿了 那次我在网上说一个猫子 哈 家伙第二天叫我猫子 我说我真爱吃猫子 我说我猫子猫子 我说猫子 肉品我多爱吃 我说哥 您别顾问 我去家不行啊 不行啊 收到 下次就说讲了 没办法呀 可笑就是可笑 那怎么办 后来我通过这件事 我明白了 老师你不能说 我原来还嘲笑十年文革 我嘲笑那个动荡的时期 红卫兵 傻逼着 这里面还能跟傻逼着 现在我发现了 唉 快进屁了 脚诈实际了 身陷其中了 现在不就 我也没多说 大家明白吧 没错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现在 在游馆桌是老虚 现在的官方量不多啊 很少 我说挺好 要那么多干嘛 要那么多 卧槽 找不及哪天又找我妈们 这没事儿 咱们找我谈话 这我那 对吧 你看前两天我一个礼拜 没发结婚 那么快过 六一之后的儿童节了 六月后的儿童节 又快过了 我别找她们 我没说话 唉 慢慢的那日子过了 就行 我就可以说几句话 那边那会儿 本来现在 成都开检验会 六月三号 我也算不观察 第二天就儿童节了 算了 儿童节是挺好 能听懂能听啊 听不懂妈妈 所以我就没有 本来我就走来成都 来成都这儿 后来我觉得 你说呢 成都真的生活还是比北京舒服多 大家去北京的旅游 如果你喜欢去长街沿线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 把那个 身份证哪个口 哪个口 挂在脖子上 不要懒拋呢 你贴脑子上 拿胶头沾上 你别不信 就是你从船街的旅行门 过山门 过去王不景 哎 过来江国门 查你六回声 六 六 我说了 套六四类不得了 张嘴 张嘴 找找找看看看看看看 就行 好 得死 过去吧 就这样 行啊 会不会算新兴之事 啊 不会不会 站这儿不会 你要他们把鼓主自由够在这儿 那他们出的姿势 你把身份贴这儿回事 真的 他也是你故意 好像点回他们玩 这没事 这警察撑上来是个傻逼嘛 撑上来 不是那个北京那个彭再生的消息啊 哎呦 彭先生真没消息 一点消息 好了 大家少不说到彭先生 方先生 我说小冬啊 谢谢您 我说方先生 我说您好 我发现您好 您还好吧 他现在在武汉 好了 他是做民族服事的 现在租了几三道房子 好了 做公司 但是房东过了一阵 一定是他 反应过来了 卧槽 完了之后不敢租了他 还把他的房子给关了锁了 然后他就报他报警 警察来了一看是他 等会儿吧 我连事一脑 就这样 就是很害怕了 所以我说方先生 我不能帮女士 但我需要多真谅 我看能不能说句话 但是我方先生 我也是轻轻的说 因为您这影响是最大的 我也不敢说 对吧 完了之后还有那个 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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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回下来说 也是刑满失放 后来这个节目 我做了一期 我为什么敢做 我专门咨询了律师 人律师说了 像方先生 斩女士这样的属于是 刑满失放的人 也就是说 他的过错 已经受到了惩罚和判识 判决 法律上开始 判决完了 服刑完了 他就是一个自然人 你这么评价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已经被重罚过 所以我才战战兢兢的 做了一个视频 那是全中国没人做 没人做 谁都没做 就我 我做了方先生 和斩女士的情况 这是我给做的 因为我觉得 我能帮你行帮你行 我也不敢说 人家没错 我也不敢说 我也不敢说 但是我想是 平良心 好了 最后就是大家说 一些朋友们的情况 就是我们很有 包括很多老师 我们基本上不联系 联系的时候 很真正 从年过节 我送了好吃的 袁老师 说过的话 我来 我再给你送十根 就这样 联系一下 梁老师 梁老师 梁老师给你送送送送送送 也就这样 其下时间我还真不联系 跟邱石也是很久不联系 邱石上次来北京 就是在我 华莉大厅比赛 邱石很有信心 好了 我特别特别的压抑 就是说 我就是 你这次比赛一定来走 好了 艾特很不惨 但是你要做好时间准备 这就是拳击 这就是打拳的魅力 你不见得你好好练了 你上来就成功 你肯定要经过千锤板链 很多手伤 你才能达到一个高度 所以为什么练拳啊 练国际很少人练 因为他确实路途很惊喜 东哥没事我练得很好 上去 过了一小时之后 我开车 来他去常安医院 正五个了 鼻子歪了 满脸无情 大家看这视频了 看了吧 二五眼 好了很多人都说 需要东西 太坏了 你把邱石屁然弄揍 我说 不是这样 是 这就是国际 很多人不理解 这就是国际的妹 你看很多人大家见见 我说白了 在大街上有人过来 因为什么事 跟你发生了争执 给你一拳 大家是不是特别生气 打我 很紧张 那我告诉大家 如果给我们一拳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不知道吧 我第一次实际上会愣 我老师给你打我 完了之后 我会把手放下来 我说你再打一下手 我会躲 我会防 我把他打我 变成一种训练模式 为什么 因为我他们天天打 我天天脸 我他们都习惯了 我耳朵全舌了 我的腿断了 我开过胸的手术 兄弟们 我把胸头撕开 把肌肉拿出来 完了缝上 打三颗钉子搁在这儿 这是2023年3月25号做的手术 2024年1月27号 我又吃饱成的过过退 不 又爆了 各位又折操 赶快举医院 徐先生 你这脊肉又断 胸脊 断 好了 我问能不能再做呢 你先别做 再做的话 有可能效果不好 都用其他还没做 我那是断了 那你说我咱地上 但我牛屁还在上 这是我的人生 大家都不理解 都不理解 就像我很不理解你们四川的朋友们 我老喝茶 我今天喝啥大麻呀 我打麻将的时候 我爱斗地主 我爱打麻将 大家明白吗 就是观点都一样 我就爱斗地主 你们爱打麻将 打麻将就错了吗 我可以错 我斗地主说了没 没错 没那观点 又不是身头大恨 大家无所谓 我也说 我喜欢打拳 所以大家人家给我一拳 你们肯定说紧张机要打回去 我会打回去 但是我先高兴 我终于现场实战了 我走走客呗 我再打一下试试 我躲开 我打你了 打之前我说说好了 腰背自腹 我敢玩这 这就是我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都紧张 对于我的高兴 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刺激 你看我总长 我礼拜四直播的时候 我说今天来开协便会 我问雷雷来不来 对不对 我说 我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雷雷老在直播说 我罕奸买过贼 说我人买过贼 罕奸 说我去美国玩的时间 可能接受了 不是接受了 说我一定接受了 美国组织 对我的什么的 对我的洗脑 我说既然你都认为我 韩奸 美国贼了 你自身为自己爱国人士 我在成都开结盟会 你哪怕哪怕我 过来找我来 我陪你一起去官局 谁看了我公司的直播这个话 谢谢 谢谢 我师父说过这个话 我说我跟人一起去官局 咱们不知道自首 看怎么样 看警察人们在骂你傻逼 还是抓我 那不说话 所以大家不发现没有 这句话特别好 就是说了很多傻逼所谓爱国的话 都是没有成本 没有危险的话 大家想着对不对 谁在疫情的时候说 我认为疫情的时候 觉得是错误的 敢吗 我也敢 但是就是这个环境 压惑的你只能赚 这雷雷就是这样 他就听 他就说最安全的话 没有任何成本的话 真正需要你付出 需要你付得很大的 压力的时候的话 你敢说吗 又是实话 没他们几个人敢说 所以我怎么办 兄弟们 我就是在可能的条件下 可能的条件下 稍微说那么一点 不太特别 什么反什么动力的话 这就是我说的 不太特别 但是我尽量 在一点上 就实事求说 我千万不能造谣 我千万不能造谣 为什么 说错了 那怎么说 终于说这句话 抓住 循庆自事 我才不如找他们接触 一过就 是 好的 听见了 我拖了 到前 再一步了 按手印 以上 以前 以上 我看过 王老师 事实相符 签字 就许晓东 几天几天 你们都记住我这些字 挺早晚的 哈哈哈 反正我基本上 每两三个月 写一次 每两三个月 习一次 这就是我 但是呢 那些分局啊 警察什么的 都已经查我 查到这够了 所以我 对我还是比较 比较信任 比较信任 就说你 也刮不起什么大混大浪 啊 只要你做视频的时候 别他妈的 再说破口的话 你就这么长就行了 我说 别事 对吧 我就说这些话 就从这样 他出国处理 所以你们认识 那几个人基本上都处理 我但是我没想到 梁老师能处理 这我觉得是一个挺意外的 其他的 一些意见人士啊 一些说话的人 都处理 真的 实话 好了 这我下顿的话差不多了 近期有什么热点好玩的 OK 完了大家 东俄推荐的酒 几十块钱的价格 酱香 纹粮 最标的是五六百块钱的白酒 我们就卖几十块钱 最真心实意的口粮酒 这东应啊 最牛的就是结饮 还有物化的调节 各种各样口味 大家可以选 我这个茶叶就二三百块钱 最标的是上千块钱 大家信我 可以动 庞克庄 手拆西瓜 我也推荐给大家 我的夏天就靠这西瓜吃了